不 我们什么时候开始行动 来行动的时候行动 不 我们到底什么时候动手 这会儿就受不了了 他是军人 你们也是军人 但是从来没有人告诉过我 中国人民解放军 也要搞色情间谍 也要搞什么狗屁天生战争 你违反了军法 也违背了我们 从小就遵守了道德底线 不想干 你可以退出 我不会退出 但是我会向上级去公告你 你公告我什么 公告你在此次黑权行动当中 采取的违法侦察手段 你会上军事法庭 那好 你来告诉我 章鱼藏开了那么多的同胞 他该上什么法庭 你仔细看清楚 你可以控告我 我等着 但是 是要等到抓住章鱼以后 在这之前 你要么选择退出黑权行动 要么给我闭嘴 只要抓住章鱼 为那些死难同胞报仇 我付出什么代价 都在所不惜 你以为这是什么 这就是战争 战争是不在手段的 这不是我们想象的战争 我们的战争不该这样进行 这是现实战争 现实战争是别无选择的 但是我会保留向上级 公告你的权力 可以 可以 但是谁给你做证了 不 我 我看见了整个过程 我做证 不 还有我 不 我也做证 好莱坞店里好人多这么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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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莱坞店里好人多这么严明 你做证明 总得不认证明 你们呢 现在我给你们个改过之心的机会 真的愿意为他作证吗 报告 我们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 奔着一种保家卫国的信念 我们绝对不会接受这种肮脏龌龊的手段 尤其是违法的手段 因为战争 也有战争的道德 报告 俺也不变 这不是俺想起来的解放军 俺想做一个堂堂正正的军人 报告 我是一名中国军人 同时我也是一名中国共产党员 我将时刻牢记 在党旗和军旗下的誓言 好 等这次任务结束以后 我们就去做该做的事吧 我在这之前 要么参加 要么滚蛋 看来都选择了参加 那么现在就给我闭嘴 温娜 爸 不好意思 让你叹笑话了 对 对不起 我 我 我太想加入红旗包了 放心吧 没人会怪你 但作为一名中国军人 起码得有点道德底线吧 无论发生什么事 咱们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十分钟内 做好战斗准备 随时投入战走 快 赞你时间 准备 赞你时间 准备 赞你时间 准备 快 赞你时间 谁打呀 打就打着呀 我不怪你 以后你会明白 我不管你们是不是对我个人有意见 但是在行动中 要团结一致 争取胜利 记住了 有事 当行动结束以后再说 明白吗 明白 演出开始了 是 我知道了 郁金香已经找到了准确位置 我们进去 别胡子乱讲啊 保定啊 我们都是你的街角 经确的位置已经到了 预计枪成功了 报告 我们是直接打进去吗 不 悄悄地进去 我们还不知道他们有多少人 有多少武器 隐秘低调 他们每个人 对公安调查工作都有着特殊意义 记住了 要留活口 他们要要我们的命 我们还得给他们留活口啊 你总结的很对 这是什么行动规则 这是上级下达的死命令 要么执行命令 要么我执行战争纪律 谢谢大家